她是天王巨星郭富城 但在明星這個身份背後 她還有另外一重不為人知的秘密身份 就是火鍋盒 並不是每一個麻辣火鍋的粉絲 都有資格成為火鍋盒 就算好像晨晨的出名喜歡麻辣火鍋 都不是天生的火鍋盒 因為跟Ironman、Superman等等其他Superhero一樣 火鍋盒最重要的特質是有一輩奉獻的心 只要有我在,就免費了 What? 只要火鍋盒出現就可以免費任吃火鍋? 簡直好像Batman宣布自己的身家分泌市民一樣爽 這就是她生日當天獲得的超能力 不過火鍋盒都有自己的弱點 傳說她見到麻辣火鍋 有時會控制不到自己的行為 更加會將整盤麻辣火鍋連著鍋一起吞進肚子 所以大家平時最好都不要剁白她的Superhero身份 不過無論是天王城城還是隱藏的火鍋盒 她都會和大家一樣好好守護這座城市 下次大家去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都要記得火鍋盒與我們同在 我會做好的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甚麼? 甚麼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